如果說假設來的同學可能實在是比較打的比較沒那麼快的話 也許你可以先參考一下雲端這一段 有沒有 Function 不過有個地方不一樣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發現 Ctrl C 反正就是一個Function到N的Function 頭跟尾加一個完整的 那當然如果你剛剛這個程式沒有打完的話 你可以貼上就好了 不過你會發現 這邊程式好像有點不太一樣 哪裡不一樣呢 特別注意到這邊有多一個底線 這個底線做什麼用 因為理論上是這樣 就是說有的時候你的程式太攏長了 假設你這個有種情況 你工具選項撰寫風格 當然你的字越大有沒有 相對的看得越清楚 可是看得越清楚 另外一個問題說 可能你的那個解析度不太夠的話 那會變成說你會需要一直拉來拉去 才能看到那個右邊的東西 所以怎麼辦呢 那不然你就把原來一行的程式怎麼樣 你可以把它改成兩行 不過特別說兩行 你不能說 我現在想要把它從這一邊好了 這個Format 這個把它換行Enter 它會發生錯誤 為什麼? 因為它本來在同一行 你變兩行 它不知道 這其實是同一行 那怎麼辦呢? 如果說你要把它變兩行的話 這個規則 這個規則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以後 你假設程式很長 那你每次捲來捲去 其實很不方便的話 有個方法 記得一 請你找到那個 and符號 and符號 有沒有 找到and符號 當然左邊右邊都可以 我習慣是右邊 右邊的空白處 空白的後面 加一個底線 關鍵就是這裡 就是and的空白的 右邊 多一個底線之後 你Enter 它就不會出錯了 所以關鍵就是這個什麼 and的空白 關鍵就是底線 那就表示說 下一行跟上一行 是同一行的意思 如果說你沒有加這個底線的話 或者你加的底線加錯位置 所以這個可能也是規則 你可能要稍微自己記一下 那規則就是說 你這個 就是一定要記得 放在and的空白的這個地方 Enter才可以 那你不能說 隨便加的and的右邊 可不可以Enter 不行 反正 這就是規則 規則有時候說真的 這個也不是我定的 反正就是把它記下來就對了 OK 那因為這個Basic 其實最早是那個 比爾蓋茲設計的 所以比爾蓋茲現在還是 好像也還是世界所富嘛 為什麼它是世界所富 它反正有錢 就是把規則定下來 它就收錢就好了 對不對 你看它收到現在已經收到 它其實Windows跟Office 就已經差不多了 就靠智慧財產權嘛 OK 所以其實有些時候呢 真的要能夠多賺一點錢 可能真的要靠你的智慧財產 有點像被動收入嘛 對不對 反正你設計出來 固定的有些東西 就是這麼套來套去就好了 對不對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記得 喔 就加一個底線 所以Enter一下 它就換了 那接下來呢 我們如果要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範圍 那我剛剛提過就是說 像這邊喔 剛剛要刷這個三個 那有沒有辦法刷一下 一次給我三個東西 但問題來了喔 給我一次給我三個東西 但是它只有給一個東西 那裡面的話就有點像把它包裝 裡面好像包裝裡面實際上有三個東西 可是它把它包裝 所以勢必我需要把那個包裝給解開來 對不對 解開來之後把三個東西拿出來 好 OK 所以這個概念大概這樣 就等一下我可以把這邊呢 三個東西 將來就變一個東西 那過來之後的話 我自己再去切割 那切割的邏輯就是說 比如說我今天先丟給一個A的變數好了 A的變數呢 它接到之後裡面呢 有其實有三個 那我怎麼表示第一個呢 它其實跟那個Sales的邏輯有點像 如果是這個的話呢 它會先列再藍 所以A刮弧1 豆點1 所以1-1就是抓到這個 A 如果第二個的話呢 這個裡面就是什麼 A先列 1-2 先列再藍 就抓到這個 那第三個的話呢 就1-3 就抓到這個 應該可以概念大概有吧 那只是說怎麼做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說我今天呢 要一次就可以達到 給三個資料的目的的話 那我們可以把 剛剛的這個Function怎麼樣 乾脆喔 不用重寫 其實拿來複製 貼到下面去就可以了 那你要重寫也可以啦 這樣會比較快 那我基本上第一個 名稱不能一樣 所以我把它改成什麼 手機範圍 所以這邊的話呢 改一個名稱叫範圍 好 第一個喔 不過特別注意喔 這邊改喔 下面要跟著改喔 上面兩個一定要一樣喔 所以這邊 手機範圍 接下來的話呢 後面呢 不需要給三個 只要給一個就好了 但是你要刷一個範圍 就是範圍裡面要三個東西 所以我們叫電信業者範圍 OK 所以基本上他就刷三個東西在裡面 那可是問題喔 裡面三個 那我要把它怎麼樣 再把它解出來 怎麼解出來呢 我的習慣是這樣子 其實後面這個也是同學問的 本來就是 原來只有上面那個寫好 後來同學老師這樣很麻煩 工作上喔 可能會有很多難櫃 那這樣要點點點點很麻煩 有沒有辦法改寫 我說喔喔 沒問題 而且在書上也沒有講的 這個是實際上工作喔 這個是我自己想出來的方法 接下來的話呢 A 用A去接 接什麼呢 接他的電信業者 所以A等於什麼呢 等於這個電信業者範圍 我們就把那個電信業者範圍 假設呢 使用者給我一個範圍 那一個大瓜糊裡面有三個東西 我就先丟給誰呢 丟給A這個變數 那這個名稱我自己取的啦 一般正列就array 就用那個A 就是他的開頭的名稱來代替 那第一個的話呢 我剛剛講過 之前是電信業者 這邊改成什麼 A裡面的 1-1 先列在欄喔 有沒有 如果電信業者嘛 總共有三個嘛 第一個呢 就是A裡面的1-1 那這個的話呢 就是A裡面的1-2 OK 那1-1推 透過阿虎 那第三個的話呢 就是 把這個拿來複製好了 貼過來 那就是A的1-3 OK 這樣子 就大功告成 OK 應該可以看懂那個差異吧 所以特別注意喔 請各位待會試試看喔 先把上面先完成 改一下 範圍喔 然後他一次會給三個丟過來 就是第一個就1-1 這個就1-2 第三個就1-3 那試一下看要不OK 那如果做完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 我們來試一下 本來OK的話 那 基本上就沒什麼 我把它清楚 然後 插入函數 多一個手機範圍 特別之後 名稱要改一下 不過特別之後 很容易出錯的是 上面名稱改了 下面也要跟著改 之前有同學 只有改上面 下面忘了改 結果回來什麼都沒有 空的 因為 按確定 給我一個範圍喔 範圍 刷一下 他會用正列的方法 大瓜 三個資料 那這三個資料 會丟給A A再去抓第一個 就1-1 第二個1-2 第三個1-3 OK 這樣其實蠻好用的 按確定 結果沒有OK 確定 一樣OK 向下填滿 結果 一樣可以完成 主要這個好處 就是說 以後你就不需要 選那麼多個引述 一個就好了 OK 那試一下 答案的話 在雲端上也有 請各位可以 參考一下這一段 A 1-1 1-2 1-3 然後未來當然喔 你會發現上面我都會 為了讓各位看清楚喔 我還每個地方都填顏 畫顏色有沒有 其實畫顏色看起來喔 很簡單啊 其實你會發現 要把這邊塗這麼多顏色喔 還蠻花時間的 可以看出那個老師的用心啦 不過其實 有些地方其實不是自己畫的啦 還是要用一些方法 像上面有外掛喔 他其實也可以 自己幫我把那個程式 把它換個顏色 不然貼上去都黑白的 其實這也可以拿來喔 你們可以應該重點都知道了喔 你也可以複製貼就OK啦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試一下